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这口设计之美,谈的就是这口设计的哲理,美学,技术以及方法 那我在这个例子当中,我来说明这个多层EIT造型的建制 也就是说我以涂鸦叫Scribble的这个范例来做一个背景 来说明整个我们怎么来建制多层的EIT造型体系 然后来支撑这个多层的框架体系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要一开始先帮你复习多层EIT造型 然后帮你介绍一下这个Scribble就是涂鸦的这个软件的意义 之后呢,那我就来定义这个涂鸦这个程序的功能需求 它到底要做些什么 那之后呢,就来做我们的主题咯 就是这个涂鸦范例的这个三层EIT或者是多层这个EIT的体系咯 那也就是振构出多层的这个框架体系咯 好,那我现在就来帮你复习我们在上面之前几个回合所介绍过的多层EIT造型 那因为EIT造型本身就具备有重复组合的特性 那么这意味着我们要组合出一个多层级的EIT造型是很简单的 那么在上一个回合当中,我们其中的一个途径 其实有两种常见的途径 但是也不是只有两种 当然还包括五种生有 就是没有嚎吐可言的一种绝对创意 都是算是一种途径 OK 那么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介绍过透过巢状结构的这种思路来创造两层的EIT 也就是说在EIT里头的T内部 在创建一个小EIT造型 这叫做Nested 巢状的一种结构 那例如说在上一个小回合有提到过的 就是单层的EIT造型 就是这样子 EIT这个A 那在上一个小回合也提到过 这个A呢 如果是这一个强龙在写框架 E跟I的时候 已经提供了A 让T来做选择 那么这个A就归到框架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在这一个强龙提供框架的时候 并没有提供A 是由AP开发者自己去选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A就属于APP的部分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T里头呢 含有一个小的EIT造型 这整个都是T T里头呢 再放一个EIT 就变成了一个框架 两个框架啰 所以变成 这一个两层的EIT 这我上一节也提到过 上一个小回合也提到过 到底是不是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框架 这看成一个框架 变成两层框架 还是说把它合起来看成一个框架 这个是视角的问题 这个是商业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都可以 你可以看成这是两个框架 也可以看成一个框架 也可以 但是 它基本上 本质上 是两层的EIT造型的体系 好 那就是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创建 这个两层或者多层EIT造型的一个最简单的途径 就是大的EIT造型里头的T 那么 这个等于是小EIT造型里头的E 那这就是最简单的这一个双层EIT造型了 OK 就是 让这一个是 又是上层EIT的T 又是下层EIT的E 那这样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建造 多层 两层 这一个EIT造型的一个途径 那另外一个途径叫做STARP 就是 看到T跟I之间 把它加进去一个STARP 就是加进去一个E跟I 那这个就形成了 也是两层的EIT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EIT 对 可以看得出来 这只是EIT 然后呢 现在不是对T去把它解开 不是看到T的内部 而是看到这个位置 看到I跟T中间 我们可以插一个东西进去 所以就在T跟I之间 插一个新的叫做STARP插件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把它插一个STARP 插一个STARP 插一个STARP 那这个STARP呢 就是搬连了上面EIT 所以它构成了这样一个EIT 构成一个EIT 那么它又搬连了这个ENI的角色 所以呢 这里又搬连这个ENI的角色 就是这一个呢 它跟T合起来是一个EIT 合起来是一个EIT OK 合成是一个EIT 所以这样子就是另一种途径咯 因此呢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咯 这一个整个叫STARP 其实里头呢 就是一个E 一个I 所以这个是一个EIT 是我们插进去的 所以叫做STARP 叫做STARP 然后这边是上面的T 这个相当于上面的EIT OK EIT 那这个STARP呢 有时候我们称为超超类 为什么 因为它把这一个上层框架的I 改变成下层框架的I 让这个T呢 它是看到的是这个I 你看哦 原来在这里 原来在这里这个T 谁开发T的人 他要依循的是这个I 所以他看到的是这个I 这是大框架的I 这是天子的I 天子的I 好 现在呢 被他一个超超类 这是超超 挡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人民呢 T 就 看不到这个I了 就看不到了 被他挡掉了 他所看到的是这个I 所以呢 我们称为这个叫做超超类 就是 邪天子以令诸侯 改变了这口 他把天子的这口 改变成他自己的这口 OK 所以 有两个途径 来创造多层的EIT体系 一个途径就是叫做超超类的途径 一个途径叫做超超类的途径 OK 好 这就是超超类的途径 好 那我们帮你复习了 创造EIT 多层EIT的两个途径 现在 我们来帮你介绍了 涂鸦这个Scribble的范例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基于这个Scribble 的范例 来做这一个解说 背后的架构设计 涂鸦是一种有趣的玩意 它有很多种用途 可以让小孩子呢 在还不会写字之前 先用涂鸦来做家庭的作业 来老师呢 就看涂鸦来批改作业等等的 那么也可以在上面给小朋友呢 做各式各样的明信片啦 各式各样的这个信函啦等等的 都很有可以发挥呢 小朋友的创意 例如呢 在这一个 儿童艺术的相关的公司呢 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涂鸦的工具 比如说 这只给小朋友 来涂鸦 涂一涂之后呢 可以送给他的同学啦 送给他的老师啦 送给他的爸爸妈妈 甚至有些涂鸦 还可以录上声音 然后透过Email把它传出去 OK 好 那我们了解一下 了解了涂鸦的用途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 范例当中 我们 做了哪些功能 那 这个因为 我们是要当范例 而且 提供 这一个Source Code 就是提供代码给你 所以我这里呢 就把它 做了一些精简的动作 所以呢 为了让这个代码比较精简 所以我们 我在这个涂鸦的范例 做了一些简化的动作 第一个 我只画的是线条 用线条来画 OK 然后 提供的只有四种颜色 可以来 让这个涂鸦者来挑选 是白、黄、红、绿 OK 再来 不配底图 在这里你看 这个叫做配底图 有底图可以 可以在上面画图 那么 我也没有录音 没有录音 OK 只是纯画画 所以 但是 里头做了一件动作 就是一边涂鸦 一边录制 整个过程 就是 你在涂的过程 它会把它记录下来 包括 你的 这个时间 节拍 等等 都会录下来 OK 那意思就是说 你到底是 涂得多快 这哪一笔先涂 等等 这个图的顺序 都会记录下来 还有你 每一笔 用了多少时间 也会记录下来 这样子呢 让你的老师 收到的时候 他知道 你写的 在练习写ABC的时候 那么你A 是从哪一笔先出发的 然后呢 你的速度 定笔有多快 等等的 这个老师可以知道 OK 所以呢 老师收到之后 可以重新的 把这个 你画图的过程 重新把它 播放出来 重新把它播放出来 OK 所以在线条的 画画的过程当中 会把这线条的 短点 就是 比如说画线 从这个点 一直画到这个点 那么 这个时间的 你到底 画的多快 用了多少时间 会把它存起来 所以重点在存 这一个 点 跟点 的一个 然后 它的时间点 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呢 你只要按个play的按钮 就可以把 画图的轨迹 跟它的时间点 都把它存起来 而且之后 你按了play之后 会再把这个 原来的轨迹 跟时间 都重新播放一次 因此呢 这一个 让老师 就知道了 这个幼儿呢 到底是 从哪一笔先画 画的速度怎么样 它的运一运笔 的一个过程 到底对不对 等等呢 譬如说 你这个写一个八字 可以这样写 你也可以是这样写 ok 好 那么 这个 这个D 你可以是这样写 你也可以是这样写 对不对 那么 老师呢 可能需要 看学生 到底是 这样写 还是这样写 所以就把这个 过程呢 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范例 那么它的一个 操作的 途径 操作的一个情境 就是这样子 这是 啊 我这一个换例 那么 有 四种颜色 白的 黄的 红的 绿的 然后呢 那如果按 那如果按 它就把这个 画到一半 或者是 上这个图 全部把它清掉 那么 就可以 重新画图 那 画了之后呢 你可以 把它 重新播放 它的顺序 会把它 显现出来给你 那 按了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ok 那这就是 这个涂鸦 的一个 画图的画面 你可以 选 红色的 画到这里 再来 选 绿色的 画到这里 再选 黄色的 再选 白色的 画一个箭头 ok 那这样就是 这个 操作的画面 画完之后 按下 Play的按钮 这可以 重新 把你刚刚所 录制的 涂鸦的情境 把它重新播放 ok 那么按下 NIN的时候呢 会把它 画面清除掉 然后 把后面 录制的 一半的等等 东西都清掉 可以重新 画图跟录制 因为这个 涂鸦程序呢 也有记录这个 时间 顺序 所以会依据你 原来手画的 这个速度 顺序 重新画一遍 给你看 这就是Play 就是重新的播放 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那我在 这一个小 小回合呢 就帮你 复习的 EIT 的这一个 多层结构 就多层体系 的EIT 的结构呢 那么 它有两种 途径 一种就是 潮状的 在原来的T 里头 都加 都设计一个EIT 它就变成 两层的EIT 啊 这一个造型的体系咯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 潮潮类 啊 它就是 在这一个 i跟T中间 把它加了 一个潮潮类 在这个 i跟T中间 加一个进去 那它就变成 两层的 这一个 啊 EIT 的 体系咯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刚刚帮你介绍了 这个 涂鸦 的意义 还有我们这个 范例 的一个 画面的 情境 跟它的使用的情境 好 那我们 这个部分 就暂时 讲到这里 待会就来 开始做 架构设计咯 OK 好 谢谢